臺灣人的主持是吃白飯 可不然還要注意喔 有可能會越吃越沒有健康 美國哈佛大學一項研究發言 常常吃白飯的人 常常第二項湯六斑的人 比較好吃這麼少吃白飯的人 多出百分之五 營養所是建議說 一天這次一頓吃飯 最好是吃不經過處理過的 糙米 五股米比較好健康 旁邊說白飯大嘴大嘴吃下去 不管是南路吃 還是包作便當 很多人一頓三頓都一定要吃白飯 對啊 就吃冠雞了 一頓都要吃幾碗 吃兩碗 有時候有吃一點五股飯 但是小朋友還是比較喜歡白飯 為什麼 可能是口感吧 有些人長期都習慣吃白飯 不過美國的哈佛大學 對中35萬的民眾所發言 吃白飯最多的人 在到第二項湯六斑的可能 比吃最少的人高百分之五十五 第二項湯六斑主要是因為大口所營養 營養所表示白米很多的過程 跟胚養跟膚皮都蓋住 也順便跟鋼給血糖的營養所都蓋住 主要是纖維質這一部分 可以讓你的血糖不嫩不上升的這麼快 那你如果血糖上升那麼快 在那個引導素的分泌啊 可能起伏就比較大了 董事基金會等級都在提供全國的營養 建議民眾在這一天三頓裡面 要有一頓去吃醋米 五股米 或是全買的香 這些不經過很多的汁 也永遠都只吃白米飯 記者 林鄭露貴鎮林 台北報道